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明有关网络战争的这个问题 美国人早已经做好计划 只是当时反恐的这件事情一直没有结束 本拉登一直没抓着 所以对于美国人来讲有点很无奈 所以把拉登咔嚓一关了 牛脸他就反过手来就转变了他大的方向 那今天BBC有篇文章 BBC的记者应该是在美国的记者 在探讨美国目前在网络战争上的这种方向 文章题目是这么讲的 美国准备打网络战 文章上来提到 随着奥巴马结束了阿富汗的战争的这种计划一提出来 与此同时 华盛顿已经开始了一场新的新一轮的备战 而这新一轮的备战 预示着下一场战争 有可能在全新的战场上展开 那文章呢 因为他写的是一种评述 他描述了一个景致 他说如果有一天 美国的大城市当中 有一半已经停了电 而移动通讯网络几乎全部瘫痪 公路堵塞 水泄不通 核电站发来的净况报告 让人心惊肉跳 他就说如果有一天 美国突然出现这样的景致 他接着提到说 造成这样一个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呢 不是有人拉动枪栓 不是有人开枪 而是仅仅有人在键盘上 舞动他的手指 他接着讲说 这就是我们正在观看的 一场模拟网上攻击战的结果 网络攻击战描绘的是 配合密切尖端精密的几个程序 侵入美国的电脑系统 从而导致美国整个系统 全盘瘫痪停滞 这正是目前华盛顿 一些精英和高层最为担心的结果 其实呢 我觉得人的科学的发展 非常有它非常可悲的一面 人们的一切的活动被关系在网络上 被关系在整个这种通讯系统和网络系统上 甚至呢 人们的日常生活最官微的东西 导弹也好啊 航母也好啊 汽车也好啊 GPS 飞机啊 你都给他算上 所有这些东西被拴在了那天上的卫星上 如果卫星有一天咔嚓一下都不干活了 中间要睡会儿觉 休息休息 底下您就想什么样 您想象不出什么样 你连想出门你都出不去 太简单了 因为一切的东西都维系在网络 维系在卫星上 把它联维在一体 那文章里紧接着就提到说 中共已经在采取类似的措施 红军已经建立起了蓝军 那蓝军所要的正是要探测自己的电脑系统 找到薄弱的环节 这明确是指今天中共正在做的事情 而美国军界的一个高官一针见血的提到说 如果你敢把我们家里的电网给拉垮了 我们就一定会往你们家的烟筒里头扔导弹 这就是美国人紧张的地方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他真的把电网拉的话 你们家导弹他扔出去的时候 往哪扔啊这事 扔手榴弹咱知道往那头扔 这倒的没了网了往哪倒啊 所以这也就是美国人最惧怕的地方 这也就是美国人今天意识到 所以要以国家的形式 政府的形式来强力的去在网络上加以下功夫 在网络上要完全遏制了中共正在做的东西 这篇文章接着说 这可不是自尊心受到伤害 而随便说说吓唬人的 这话是说给中共听的 那华盛顿相信 北京对网络攻击的后果存在着文化误解 画了引号文化误解 他想打你有什么文化误解不误解 你让我说这叫外交辞令 那文章里接着说 美国政府委托起草的一份报告提到 黑客的技术之先进和精深 以及参与的人数之广泛 远远超出了最强大的犯罪集团能力之所及 报告得出的结论 只有某个邪恶的专制政权才会想购买这类信息 他接着说归根到底 网络攻击的后台就是另外一个国家的政权 这里指的就是中共 所以文章里后面接着讲 中国一直在研究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的表现 中共相信后勤是美国的弱点 在适当的时候把关键的材料运到适当的地方 而目前五角大楼所做的呢 就是希望红军知道 这里说的红军就是共军知道 在让美国灭灯之前 有一条绝不准逾越的红线 美国人把拉灯给关了灯了 换个角度上说 美国人已经在网络上准备着跟中共开仗 江泽民呢死去活来 到现在到底怎么着呢 截止到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呢 还没个定论 网上评论的也非常多 那老外呢就更搞不清楚 为什么江泽民会这样 加拿大的媒体有篇评论文章这么说 文章题目是这么讲的 迫害法轮功的罪魁祸首 江泽民据说死亡 那众人欢庆日 如果前中共投的江泽民的死亡消息 被传释证实是真的话 那在未来的日子里 相信世界的媒体讨论他留下的问题 而对于数亿中国人来讲 江泽民留下来民众最大的印象就是 这么多年来 他是最系统的杀害和长期迫害中国公民的策划者 迫害法轮功 这份报纸呢 是加拿大的自由论坛报 那文章里也接着提到说 这个发动了暴力 谎言 大规模逮捕运动的人 离开这个世界之后 那他的很多受害人和具体的具有正义感的人 一定会松一口气 虽然他的心腹可能继续实施他的暴行 但起码江泽民本人不能再做什么了 世界上少了一点邪恶 那文章接着就回顾到99年春 江泽民一意公刑 决定要把法轮功给消灭掉 720他发动了类似文化大革命的那种宣传运动 稍疏大规模监禁 暴力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 使用电棍 性虐待 注射精神药物 已成为常规 对无数人造成了永久性的伤害和残疾 以及精神失常 截止到目前 能够被证实的就有3400多人死亡 真正的人数可能远远高过这个 而有明显的证据显示 法轮功学员被杀害之后 那器官供给了中国的器官移植业 江泽民个人企图消灭法轮功的同时 他也成为世界上几十个国际公诉案子的被告 而在2009年 包括阿根廷和西班牙的法院 都起诉了江泽民和及其其他的中共最高层的领导人 指控他们犯下群体灭绝罪 和反人类罪 文章最后他这么提到说 在过去的12年里头 由因为江泽民的迫害行为 造成了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失去了生命 江的死可能不会使这些学员起死回生 也可能没有削弱 今天在中国依然发生的继续关押和拷打法轮功的这种迫害的行为 但是在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 他希望看到这是一种新的机会 在中国能够有人使得自己追回自己的良心 并且停止杀虐 这篇文章里头 他提到了最关键的 也就是江泽民犯下的最大的邪恶 他迫害真正的信仰者 美国之音呢 登了另外一篇文章 直接提到今天中国的经济问题 文章是这么说的 中国经济应地方债务崩盘 文章上来起头说 中国地方政府积压的庞大债务到底有多糟糕 在一些人看来 他已经令政府陷入了无可作为的两难境地 这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会引爆 那引爆成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危机 那文章提到呢 日前呢 中国国家统计局说 目前的地方债务大概十几万亿 而国际的金融机构目的呢 认为呢 实际中共的这个国际国家统计局呢 统计出来的十万亿的数字呢 实际是虚报 虚报的结果呢 是实际情况要有 三点五万个亿的债务呢 没有包括进去 这就是最关键的 也就是说 今天中共的中国的地方政府的债务呢 高达十三将近十四万亿的这样的数额 美国之音的记者呢 采访了张立凡 这是一个中国近代史的学者 张立凡说 现在地方政府大规模举债 实际上已经到了破产的地步 我觉得从中央来讲 已经管不了他们了 他们的自主权很大 但是最后这个结果却要全民来背 那如果一旦产生崩排 这样事情的话 老百姓全遭殃 接着提到说 评级机构目的的估算数据呢 实际比这个中共官方数据呢 高出了三点五万亿 也就是说 现在高达十四点二万亿的地方债务 另外一位被采访的人呢 他叫做黄亚生 那他直接提到呢 中文里有一个词 叫做危机 而危机拆开说呢 就是危险和机会 如果加以解释的话 腐败的地方政府官员 看到了大量为自己敛财的机会 而中央政府却完全忽视了潜在的危险 这就是他提到地方债务的这种说法 而地方债务的危机是地方官员自己敛财 而作为中央来讲呢 他迫于要保住全国的和谐和稳定 也就允许了地方这么去做 因为只有繁荣的这种场面 只有把钱拿出去 才让大家看到有赚钱的机会 当大家有赚钱的机会的时候 大家就不闹事 这就是中央的认为的一种说法 而这种说法就造成了地方官员的大量的贪腐 今天就形成了另外一个场面 地方官员在贪腐的过程中 他太清楚自己干了什么缺德的事了 所以把儿子孙子搭了孙儿 全在往外弄 在这个过程中 您说这个国家 这个地方会发生什么事呢 那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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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